大家好 歡迎來到原石咖啡 我是俊元 今天我們要來喝的是全家的冰咖啡 今天我買了4杯 其實我們上一次有開箱過7的冰咖啡 上次我是買3杯 我本來全家這次也是打算買3杯就好 就好像現在他們4杯有一個優惠 所以我就多買了一杯是最基本款的 他們的冰美式 這是第一杯 第二杯的話是他們的單瓶美式 他是八八布丹這一個單品 另外第三杯我買的是他們有一個 大冰磚濃厚細的咖啡 我們上次7-7也有買一杯是比較濃厚的 濃脆的 我們全家也來試試看 他比較濃厚細的咖啡 風味喝起來怎麼樣 第4杯他一樣剛好有賣西西里咖啡 所以第4杯我買的是西西里咖啡 那我們就來試喝看看這4杯咖啡的風味 我先來喝第一杯 第一杯是他的算是基本款的冰美式 那喝之前一樣先搖一搖 因為他們這種杯蓋啊 這個冰塊可能都浮在上面 那怕上面比較淡 所以我喝之前會先把它搖均勻 那第一杯的冰美式 就是喝起來我覺得濃度還OK 其實它濃度是夠的 但是喝起來有一點點的焦苦味 那它本身的厚實度 跟一點點的甜感還不錯 但是因為它帶有這種焦苦味的風格的話 不是我會喜歡的咖啡 接下來我們來試試看第二杯 它這個單品 八八布單 其實我在買這杯單品的時候 我發現他們現在還有另外一支單品 是濃肥萃 那因為剛好我在買的時候 那台咖啡機在洗 沒辦法買這個口味 那後來因為濃肥萃 我們熱的部分也沒有喝過 所以我可能下一次 我們再拍一支影片 來喝它的濃肥萃的熱的跟冰的 那我們今天就先喝八八布單 那八八布單這一支單品 如果跟剛才第一杯一般的美式比起來 它就沒有那個焦苦味 我覺得整個喝起來是很順 然後很清爽 其實八八布單這一支 我們喝過它熱的 它剛上市的時候 我們有去喝它熱的 那我覺得它並不是走這種很 比如說柑橘味 水果風味的這種調性 所以喝起來是順口 然後清爽 但是我覺得它比較沒有什麼特色 因為不像我們在喝一些產地 可能它的水果風味很豐富 或者是說它有一些比較明顯的風味 可能我覺得這樣子比較起來 它喝的就是一個清爽的口感 所以如果不喜歡焦苦味 像我自己是不喜歡焦苦味 那當然這兩杯來講 我就會比較喜歡這杯單品的風味 那如果喜歡咖啡 還是帶有一點點這種焦苦味的話 可能說不定第一杯的一般美式 會覺得更有那個風味 第二杯雖然我是喜歡 可是我覺得喝起來它 比較沒有什麼特色的感覺 好那我們現在來試試看第三杯 第三杯的話 它是裡面有加一顆大顆的咖啡冰磚 我們來喝喝看 我們看到這一個咖啡 它裡面是有放一顆大顆的咖啡冰磚 但還是有些小碎冰 因為它應該不只是完全靠那個咖啡冰磚去做冷卻 那還是有些小碎冰 所以我不曉得是因為那顆冰磚還沒有融化的關係 所以我其實喝起來跟第一杯的風味是還蠻像的 其實我喝不太出來 它有明顯的差異 那我在想有可能是 因為它是咖啡冰磚 是不是它等到這兩杯的冰都完全融化之後 我們才喝得出差異 但是目前這樣子喝的話 我覺得第一杯跟第三杯 其實風味上是還蠻像的 好接下來我們來喝看第四杯 第四杯是他們的西西里 那西西里的話 我們上一次是 有喝過Saven的西西里氣泡飲 那我們上次在喝的時候 就遇到一個狀況是 因為它糖漿都沉在下面 所以我們剛開始在拍片的時候喝覺得 淡淡的風味沒有很濃 那喝到最後拍片完 我們想要把這一杯咖啡喝完之後 發現越喝越甜 才發現它糖漿沉在下面沒有攪拌的話 其實是會有不均勻的狀況 那今天我們去買全家這一杯 因為它也沒有附吸管 然後也沒有特別受它攪拌 所以我自己是有在另外自備吸管 我等一下先喝喝看 然後我們會去喝上下層的味道 會不會有很明顯的差異 那我們來吃吃看 那我們剛才喝的這一杯西西里咖啡 就跟我們剛想的一樣 因為它的糖漿也是沉在底部 然後所以變成說我剛才在喝上面第一口的時候 喝起來是滿淡的 就是它的可能冰塊融出來的水之外 咖啡的味道 那它的這一個檸檬糖漿的味道是只有一點點 那我剛才就是先試試看想說會不會底部味道不一樣 就把吸管插下去一喝 幾乎喝到了一口是還滿蠢的檸檬糖漿 有點嚇到 所以後來我就把蓋子打開 然後把它整體攪拌一下來喝 那整體攪拌一下來喝 其實我覺得它也是已經因為調味過 那它的調性這個檸檬糖漿的味道還滿重的 所以咖啡就變成是一個點綴的風味 其實喝起來我覺得比較像飲料 就不太像咖啡了 而且它的這個咖啡的味道 其實因為已經被檸檬壓過去 所以喝不太到咖啡的品質 但是它的檸檬的味道我覺得 如果跟上次我們喝Seven的比起來的話 我比較喜歡Seven的那個風味 它的檸檬的跟這個整個呈現出來的感覺 就是那種酸甜感跟清爽度 我覺得比較好的 那全家這一杯西西里我覺得 它有一種特別的厚實感 這個跟Seven的西西里不太一樣 Seven西西里我覺得喝起來它是這種清爽感 然後酸酸甜甜的 那全家這一杯它喝起來是有一種特別的厚實感 有一種在口感上面感覺是比較濃稠一點的感覺 所以這個有一點難形容 不過我覺得如果我自己的喜好的話 以西西里這個口味我會比較喜歡Seven 我上次喝到那個風味 但是我覺得兩家的問題都一樣就是 可能要記得拿西瓜 然後充分的攪拌 才能夠喝到它應該有的風味 不然都會有這個糖漿沉在下面的問題 好那這是今天我們喝了四杯 這個是全家的冰咖啡 當然現在夏天到了可能很多朋友會去便利商店 想要很輕鬆快速的去買到一杯冰咖啡 所以我們陸續都會去把各大便利商店的冰咖啡 也買來開箱 跟大家分享我們喝的心得 那當然現在因為疫情期間 如果大家想要在家裡自己製作冰咖啡的話 我們之前有拍過蠻多的影片 教大家怎麼樣在家裡可以做冰咖啡冰拿鐵 有興趣的朋友也可以在我們頻道裡面搜尋 都可以看到這些冰咖啡的製作方式 之後我們會有更多咖啡開箱的影片 請大家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